你们都出去 是 等一等 你们守在外边 除了云七娘的人以外 谁都不许进来 是 是 看出 在 拿我的大环刀来 师父您 拿大环刀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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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一等 是 我有了住所 再来安排你的食宿 果然是 果然是你 是啊 真是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这位小兄弟 我是过路人 只求有地方可以借宿一校 连了全都不想 若蒙允许 不论何处 在下皆可其善 不蒙允许 在下也绝不见惯 这个 既有不便之处 在下告辞 别走 这位朋友请回来 殷庄主 不准借宿 难道想离开贵庄也不行吗 请阁下不要误会 千万没有此意 既来之是安之 请入座 不敢 不敢 这位朋友普普风尘 一定是肚子饿了 既然是肚子饿了 你又何必客气呢 多谢庄主后代 请坐 请 请 不知高兴大名 不知高兴大名 在下姓洛名义 穷途 穷途潦倒 想到洛阳去找些事做 原来如此 洛朋友这么好的身手 定然会有好际遇的 你们认识 是 我们曾经见过 洛朋友还有一匹好马 是的 那匹马还不错 我 我就不想吃 洛朋友 慢慢吃 别饿极了 吃起东西来就是这样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有食物下肚子 下一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吃 令姑娘见笑了 哪里 这正是壮士本色 洛朋友 请喝酒 洛朋友 这是新出的桂园 弄几颗送酒 是红了 好功夫 洛朋友夹着镖恐怕要吃不饱肚子了 好暗器功夫 我姑姑常说 她的暗器天下第三 总难令人相信有人可以胜过她 现在一看 才知天外有天 姑娘过奖了 姑娘说的是女侠云七娘 哎是的那是我姑姑向师哥是我姑姑的徒弟 向少侠云姑娘我借酒敬你们一杯 向少侠暗器功夫 捉食了得 真说起来暗器功夫本是雕崇小技 说的是吗 剑上的功夫才是真功夫 嗯 真好见识 好俊的剑吧 阁下能再发一剑让我开开眼界 好俊的剑吧 阁下能再发一剑让我开开眼界 穷途潦倒本无争胜之心 但见到向少侠出剑如此之快 不觉济雅 尚且无怪 洛宽 你剑术如此超群 为何总将穷途潦倒四字挂在口上 将锐气全盖尽了 云姑娘 你还是第一次对我说这样话呢 早就应该有人对你那么说了 或许是 但你是第一个 另一位再见 洛宽 你漏了一手剑法 想就此离去 我本来是想借宿的 但现在我 我想走了 你还未曾探听到什么虚实 岂不枉此一行 向少侠此言何意 你打什么主意 快说 我打什么主意 日间我建议从古塔来 你不是铁太岁焦红帝皇 我不认识什么太岁 你打什么 我打什么 他有东南 这有东南 什么东西 我打什么 你打什么 你打什么 我打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我的马 江先生 他们两个轻功绝顶 追不上 师傅 那使带链匕首的仰号正是焦虹的手下 师哥 等等我 你们快去接应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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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原来是云姑娘 是啊 你是谁 云姑娘只是一个人 从无敌庄来 你究竟是谁 我的外号不怎么好听 人家管我叫温神 原来你是飞虎寨的人 你说的对 云姑娘 我们寨主就在这里不远处 你可要见他一见 不必了 我看你很想不吝点赞 认诺 云姑娘 老朋友 老朋友 今晚要不是你 我真要受窘了 我真要受窘了 你快退后 我来招呼他 师哥 别鲁莽 我刚遇上了飞虎债的瘟神毛彪 是落朋友替我解的围 真的 师哥 你怎么了 我为什么要骗你 师哥 我想请落朋友回吴迪庄去 云姑娘 多谢你的好意 但我 我走了 师哥 你说请落朋友到吴迪庄去 只要你说了 他一定肯去 我为什么要说 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做成的圈套 目的就是想混你吴迪庄去 住口 谁 那她应该说 我先当只是只能看 你 这 我 我 我 你 我 我